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首先来关注美国陆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力评估 美国陆军部在本月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战术的250页报告中说 中国是美国的一个近乎匹敌的竞争对手 中国军队是美国及其盟国军队的重要竞争对手 在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所有领域都发展了重要的能力 报告认为中国的火箭军是全球最大的导弹部队 其常规弹道导弹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它的弹道导弹的精确度和射程都得到了提升 而且报告还提到美国没有一个相当于火箭军的军种 美国陆军部在这份用于陆军训练 职业教育和领导者培养的报告中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美国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 报告在引言中说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地理关注焦点是东亚 东南亚和西太平洋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的一个近乎匹敌的竞争对手 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利益 这份报告在介绍中国军队的基本面时说 中国人非常重视军事哲学政治和理论 解放军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其哲学基础对其文化和各级作战方法都很重要 解放军还深入坚持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我们来到下集消息 关注日本福岛和污水排放的最新进展 根据NHK在当地时间8月24日的报道 有相关人员透露 目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基本敲定 未来将通过修建海底隧道的方式 把福岛和电站的污水引流到距离海岸一公里附近的海中排出 据了解在今年5月份时 就有媒体曝光了日本核污水排海的计划方案 消息称当时东京电力公司重点考虑两套方案 在核电站东侧海岸上就近排放 以及通过管道在离岸约一公里的海中排放 报道称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2021年9月 对海底状况进行调查 并最终在2023年春季完成海底隧道的建设 根据此前东电公布的核污水排放计划 福岛核污水的单日最大排放量达到500吨 目前东电公司设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储水罐 可以储存137万吨核污水 而这些污水排放之前还需要经过技术手段稀释 而最终的实际排放将远超137万吨 另一方面根据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当地时间24日表示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入海 如果导致日本渔业形象受损 海产品需求下滑 销售减少及价格下跌等情况 政府将动用国家财政资金收购海产品 日本内阁当天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相关问题 召开了会议 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报道 内阁考虑设立基金用来购买来自福岛县和日本其他地区的海产品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关注美国的糖尿病患的低诱化发展 调查发现2001-2017年 美国六个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病率持续增加 美国南卡罗纳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吉拉利斯 联合南加州凯撒医疗机构 让劳伦斯的团队分析了2001-2017年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病率的趋势 这一研究成果于2021年8月24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结果发现19岁及以下青少年每一千名中一型糖尿病患病率的估计值显著增加 从2001年的1.48例增加到2009年的1.93例 又继续增加到2017年的2.15例 在16年时间里 每一千名青少年的患病率绝对增加了0.67例 相对增加了45.1% 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非西班牙裔黑人的绝对增长率最高 每一千名10-19岁青年的二型糖尿病患病率估计值显著增加 从2001年的0.34例增加到2009年的0.46例 又继续增加到2017年的0.67例 在16年的时间里 每一千名青少年的患病率绝对增加0.32例 相对增加95.3% 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年的绝对增长率最高 欢迎来到 华尔街科技的全新子栏目就是华尔街科技排行榜 在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的当下 很多人发现想要维持或者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华尔街科技编辑室的各位同人们想出了这么一个构思 那就是为大家去网罗各种各样和科技生活栖息相关的各类物件或者是虚拟的物件 那么大致汽车飞机或者是小致手机 甚至是你的各类的数码穿戴设备 我们都会为大家去找出那些最好用最实用的东西 今天的华尔街科技排行榜带来十种最好的咖啡豆 它们来自全球不同的产地 咖啡是一种提神又健康的饮料 也是许多人经常喝的饮料 不同的咖啡品种具有不同的口味和香气 今天讨论的咖啡仅限于咖啡豆 以及产出不同咖啡豆的产地 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产地的咖啡豆就有不同的风味 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品味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体验 受到相当多因素的影响 对一个喝咖啡的人来说 最好的咖啡需要他自己去挖掘 而且要避免使用特定的品牌 今天的视频内容参考自网站 Espresso Coffee Guide 以及网站Buy Coffee USA 首先第一个就是坦桑尼亚的P-Berry咖啡 生长在坦桑尼亚的马鲁山 和起立马扎罗山的P-Berry咖啡豆 是一种明亮的阿拉比咖啡 具有中等的酒体和令人愉悦的果味酸度 最好的坦桑尼亚咖啡 有着一种深沉而丰富的味道 经常会透露出一种黑加仑的感觉 这些味道会融化成巧克力 然后融入咖啡的甜蜜的余味中 适时中等的烘焙度 它们有花香和复杂的香味 经常有菠萝柑橘或椰子的味道 口感细腻 有时会在口感上显出葡萄酒的味道 以及天鹅绒般的感觉 第二种是夏威夷的柯纳咖啡 最好的夏威夷阿拉比咖啡豆 生长在海拔2000英尺的夏威夷大岛 茂纳洛亚和华拉莱火山的肥沃山坡上 柯纳咖啡以其丰富和轻盈细腻的口感 和复杂的香气而闻名 不同的农场在自己的品牌下 会有略微不同的咖啡口感 但不应该是一种混合咖啡的味道 它的风味适中 液体清澈 酸度爽朗 柯纳咖啡通常呈现出黄油和辛辣的特质 微妙的葡萄酒色调 具有极佳的方向味 第三种就是尼加拉瓜咖啡 该国开发了许多高品价的咖啡 来自这个顶级中美洲国家的最好的咖啡 通常都具有巧克力色的色泽和水果的味道 比如苹果和姜果的味道 第四个就是苏门达腊的曼特宁咖啡 苏门达腊曼特宁咖啡豆 口感饱满 酸度低是一种口感柔滑的咖啡 它也以它的甜味和香草泥土的味道和复杂的香气而闻名 这种咖啡生长在苏门达腊北部中部 靠近多巴湖的宁童地区 最好的苏门达腊咖啡以浓郁酸度低而著称 因此可能是这几个咖啡豆里最好的低酸度咖啡 第五个是苏拉威西托纳加咖啡 这个堪称是印尼国宝级的咖啡豆 这种多维度的咖啡生长在苏拉威西的东南部高地 苏拉威西托纳加咖啡豆 以其饱满和丰满的口感浓厚的风味而著称平衡感极佳 呈现出黑巧克力和成熟水果的味道 这种咖啡的酸度较低但却充满活力 虽然比苏门达腊咖啡的酸度略高 但口感却不如苏门达腊咖啡 而且比典型的Java阿拉比咖啡更有泥土的味道 托纳加的香酸甜味和柔和的水果味 创造了一种深沉深沉的味道 辛辣的口感有一种类似于最好的苏门达腊咖啡的感觉 托纳加咖啡是用一种叫做半水洗处理法加工的 这种方法可以产生无辣的绿色咖啡豆 对于托纳加咖啡来说推荐深度烘焙 第六个是摩卡抓瓦咖啡 摩卡抓瓦咖啡可能是最著名的咖啡豆混合咖啡 包括阿拉伯摩卡咖啡和印度尼西亚的抓瓦阿拉比咖啡 这两种咖啡具有互补的特点 最好的眼门摩卡咖啡 表现出一种活跃的强度和愉快的野性 补充了抓瓦咖啡的干净和明亮的光滑度相得益彰 传统的摩卡咖啡和抓瓦咖啡豆的混合 创造了一个复杂又平衡的咖啡 第七个是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咖啡 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咖啡是一种野生的 具有一国情调的咖啡豆 在埃塞俄比亚南部海拔4500英尺至6300英尺的地方 经过天然日晒阿拉比咖啡而制成 干法制造出一种类似于干红葡萄酒的果香 这是一种能在杯中产生共鸣的浓郁咖啡 最好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豆 以其葡萄酒和水果的味道 花香味的酸度干净明亮 均匀的强度和浓郁的香气而闻明 这些咖啡通常具有黑莓的味道 余味悠长 似乎有轻微的发酵和强烈的茉莉花的味道 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尔显示复杂的香料风味 包括豆蔻 肉桂 杏 蓝莓 果蜜以及蜜饧 第八个是埃塞俄比亚的伊尔加西咖啡 伊尔加西咖啡豆香气富裕辛辣 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之一 这种咖啡是在海拔5800到6600英尺的地方 经过施法也就是水洗加工和种植的 埃塞俄比亚的伊尔加西咖啡豆 呈现出明亮的酸度 强烈干净的香味和复杂的花香 可能有一丝烤椰子的味道 还有一种充满活力的余味 可能有一些坚果或巧克力的味道 伊尔加西咖啡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花香和柑橘的味道 与充满野生和果酱味道的埃塞俄比亚哈拉咖啡正正相反 如果你更喜欢浓香的咖啡 那么就要选择中深烘焙或深度烘焙 不过中度烘焙会让咖啡豆的细腻品质 闪闪发光 并且会增加它的酸度 第九种是威迪玛拉的安提瓜咖啡 威迪玛拉的安提瓜的咖啡豆 生长在海拔4600英尺以上的地方 其等级也被划分为好几个层级 包括阿拉比品种的卡都埃 卡都拉和波旁 安提瓜和布拉亚咖啡 是一种优越的威迪玛拉咖啡 它们拥有威迪玛拉最好的全汁咖啡品质 比通常的中美洲的咖啡要重 辛辣的味道通常丰富而柔滑 安提瓜和巴布拉咖啡豆 很好的与深度烘焙能搭配 在制作的咖啡中能营造出一种 令人愉悦的烟熏味 你应该购买哪些咖啡 并不像你所购买的咖啡 是否需要新鲜烘焙那么重要 咖啡在烘焙的几天内 是最好的味道 也是味道的峰值 而许多那种带装的咖啡 在星巴克也好 在亚马逊也好 在那些商店货架上放置数周 或几个月之后 他们才能到达那些顾客的家中 而事实是一个新鲜烘焙的 便宜的单品咖啡 要总是比那些成年不新鲜的 混合咖啡要更加好味 第十种是肯尼亚的AA咖啡 显然这是世界上最好的 优质咖啡豆之一 这也是这次推荐名单上的最后一个 但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肯尼亚AA咖啡 种植在海拔2000多英尺的肯尼亚高原之上 AA指的是肯尼亚咖啡分级系统中最大的筛子尺寸 其规格是豆子的直径略大于四分之一英寸 最好的肯尼亚AA咖啡豆呈现出浓郁的口感和酸度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亮的咖啡 肯尼亚AA咖啡豆的香气带有花香 香气浓郁 回味带有浆果和柑橘的芬芳 除了以上十种咖啡豆还有一个咖啡豆值得提点 那就是亚麦加蓝山咖啡 来自亚麦加蓝山地区的咖啡通常都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但谈到价格和质量 这是一种被过度炒作的咖啡 那些经常喝咖啡的咖啡爱好者确实有说蓝山咖啡是一杯好咖啡 但目前来看蓝山咖啡有被过度炒作的嫌疑 蓝山咖啡种植区以亚麦加的山籍命名 位于马利亚港以南金斯顿以北 想要获得亚麦加蓝山咖啡的认证 而不是更低等级的认证 这种咖啡必须种植在海拔3000到5500英尺的地区 亚麦加蓝山咖啡生长在亚麦加的蓝山地区 常被形容为口感细腻润滑 口感复杂 口感饱满 非常均衡 很多咖啡评论家称它为咖啡的精华 而它显然是世界上顶级的极品咖啡豆之一 酸度是充满活力的明亮 非常光滑 整体清洁口感几乎没有苦味 亚麦加蓝山的香气闪闪发光 而且大胆呈现出一种花香的感觉 以及坚果和草本的香气 以上就是11种来自全世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些咖啡豆来品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